是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时间跌8点 昨天大跌了158点 涨了150 涨了158点 涨了1.12个 涨了1.22个百分点 昨天涨158点 涨1.22个百分点 现在跌1点 美股昨天还不错 道琼大涨337点 涨了1.12个百分点 S&P500涨了1.14个百分点 NASDAQ涨了0.9个百分点 FaceMannity涨0.42个百分点 不过刚刚讲过 台股现在跟肺半关联比较重了 跟道琼关联比较少了 非常半导体 台积电等等 肺半涨得倒不多 昨天开盘其实大涨 道琼涨600多点 后来我就慢慢慢慢 稍微下一点 下来一点 台股现在涨7点 欧股三大指数 德国涨0.92个百分点 法国涨0.4 英国涨0.2个百分点 天气 今天天气稍微转好 不过说过几天又要转坏 那今天10月19号 10月19号 东北季风 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反正季节冬天 那就是东北季风了 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要小心 温度 北北基 今天19到22度 降雨距离20到30 陶珠苗 19到23度 降雨距离0到20 等于几乎都不下了 中张头 20到29度 云嘉南 19到29度 高频 22到31度 降雨距离0 宜蘭18到20度 降雨70 花莲21到23度 降雨距离20 台东21到26度 降雨距离10 外岛17到25度 降雨距离0 好 那么 绿 怎么跟英国有几个新闻 跟英国都有关系 我看怎么讲 好 吕英的港人 抗议中共被殴打 特斯拉政府爱哄太软弱 中共20大当天 有几名吕英香港人 在中共驻曼切斯特 总领事馆外面 和平抗议 却遭到暴力乡下英国外交部证实 对此已经召见 中国驻英临时代办杨小光 要求尊重英国法律 根据影像记录 中共20大登场的当天 有吕英港人 在中国驻曼切斯特旅馆外 和平抗议 随后有几名人 从领事馆走出来 与抗议人士爆发冲突 还有抗议民众 被拖进领事馆殴打 被赶到现场的远景救出 这实在不太像话 目前中国驻英大使 郑泽光不在英国 英国外交部证实 已经召见中国驻英的 临时代办杨小光 由英国外交部东北亚 与中国事务事司长 卓丹连跟杨小光会晤 卓丹连向中方强调 英国自立维护民众 和平抗议的权利 期待所有驻英外交人员 跟领事馆 执远尊重英国的法规 英国外交的副大臣高史密斯 发表声明表示 英国已经清楚 向中方表达立场 中方必须尊重民众 在英国境内 和平抗议示威的权利 英方严正关切 方式在总领事馆的事件 而大曼测私事地区的警方 已经对此事展开调查 英国首相特拉斯发言人 昨天指说 事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程序 此时多做评论并不恰当 有英国议员质疑 政府过于软弱 就是北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曼测斯特的总领事馆 这有人去抗议 很多香港人不到英国去了 英国接纳很多香港人 他们去前面抗议 然后大使馆里面就冲出人 把他们打一顿 有了把他们拖进 这很不像话 当然了 这个领事馆 可以讲说 这个领事馆的大使馆 是我们国土的延伸 你敢在我们面前傻野 拖进来痛打一顿 那他里面一定有很多那个情治人员 或是安全人员 我们其实也是 我不知道现在怎样 以前我们驻外的使领馆里面 很多都是 有很多 甚至还有警总派去的 调查局派去的 各单位 你不要看那个单位里面 各单位的教育部也有人去 国贸局有人去 经济部有人去 反正都有 里面 外交部不用说了 所以呢 特别是这种安全人员很多 安全人员 你想很多也是那种 这个我们调查局 等等 当然招考的是大学毕业了 收过正规的训练 他们很多可能就是 就是情治 做谍报员出身的 那你在我面前傻野 到我面前来抗议 打一顿 冲出来就打一顿 我觉得冲出来打一顿也就算了 拖进去打 这个就 就很差了 这个 你记得稍微来阿拉伯 好像不是有一个记者 拖进去就死了 打死了 这很野蛮 你就想这是很野蛮 如果英国人看 这像什么话呢 就是说 第一个 群众示威抗议是他的权利 在美国英国你要尊重 在大陆也是不行 但是呢 在英国你要尊重 他又不是跑到 你的司令馆里面去抗议 他在外面 应该是要尊重他的权利 当然我不知道英国的法律 你跑到别的 比如在台湾 你今天如果跑到 其他的司令馆前面抗议 要不要申请 可能理论上是要申请的 当然有很多人 民进党的时候 不应该申请 集会尤其是人民 天赋的权利 不该申请 就他执政以后呢 他也不去改法律 照理讲 你去修改法律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抗议都跟谁抗议 通常都跟政府抗议 对不对 所以他当在野的时候 他要求说 国民党是政府 国民党执政 所以应该 人民随时要抗议就可以去 当他执政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行 到处抗议 遍地疯坏得了 他就不愿意 所以我们这个立法 什么都没有看 都没有长远来看 都只是短期 对自己有没有利来看 当然英国政府被爱红软弱了 那叫他怎么样呢 他已经 就是说当场 是不是应该维护 这些人民的权益 可能当场没做到 反正几个人去抗议 大概也没有人 特别去注意吧 那另外就是 英国政府 要怎么跟老公表达 这个大家也在看 你后来会要怎样 譬如是把人交出来 但是这些外交人员 是不是有豁免权呢 外交人员是有豁免权的 他就算开车撞死人了 通常他也不受英国法律的限制 通常是 你看老美经常在 琉球啊 什么美军外面 撞死人 然后强暴琉球的少女啊 等等 妇女啊等等 琉球人就很气 日本就交出来 他们都不交 送回美国去审判 不肯在这个当地啊 英国税收政策大转弯 领花名愿呢 幽灵首相特拉斯传召逼宫 什么叫幽灵首相呢 英国首相特拉斯 因为税制改革政策大转弯 会头突然 令我怀疑他有没有能力 继续担任领袖英国标题 以羞辱 就是以这个屈辱 形容他的处境 幽灵首相 意思就是他不是真的首相 当个首相呢 其实没有首相的这个样子 跟权力了 认为新任财政大臣韩特 以及实质首相特拉斯18号 跟内阁会晤 有些人就公开表示 不能让他再担任首相 他预定19日国会 首相问答时间 面对议员咨询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呢 英国右翼大报 每日电讯报 在社论写道 很难想象近期内 是否发生过 比英国当下 所面临更严重的政治 跟经济危机 立场是支持特斯拉的 国外这些媒体 经常就是很清楚 我这个报支持谁 不知是谁 立场是曾经支持过 特拉斯的每日电讯报 除非党内议员给特拉斯 喘息空间 否则他就会面临成为 英国史上任期 时间第二段 首相的耻辱 右翼太阳报 称特斯拉 那是个八卦报了 太阳报 发现了英国最大的 称特拉斯为幽灵首相 左翼的禁报 称他的处境为灾难性趋入 刚接任财相的韩特 17日 在一场简短的电视转播谈话中 取消前任财长库藤 上个月宣布的几乎 所有的减税措施 面无表情的特拉斯 则正在他旁边 英国媒体将韩特出手干预 比拟为一场政变 每日电讯报的卡通 将他描绘成一个 身上在满功勋的统帅 宣布 我们要暂时取得控制权益 稳定局面 左翼大报 未报很算 这是一场非常英国式的政变 有礼貌到你几乎有可能错过他 保守党国会议员 盖茨指指韩特 已经成为实质上的首相 多名国会议员公开呼吁 特斯拉滚蛋吧 走人吧 报道有其他人密谋把他推翻 保守党的国会议员 华克告诉天空新闻 Sky 天空新闻网说 我认为他的地位难以维持 他警告他现在如果不走 到时候将不是由他决定去留 英国国防部主管武装部队的次长 告诉天空新闻网 特斯拉已经承认错误 至于特斯拉是不是已经是 民意上的首相 那这个次长说呢 他对所犯的错误非常坦诚 并为此道歉 有这样做算是有领导能力 不过呢 与我们的政治相当敏感 我认为没有机会再犯任何错误 一直说你只能犯这次错 不能再犯另外一次错 哎呀这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人 就是英国不是选首相吗 好几个人去选吗 他们大概有拿不到多少 百分之五还多少票 就就还有多少人支持就要就被淘汰 淘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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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路一路选上来这样 然后来就变成这个特拉斯 特拉斯好像之前是外交大臣嘛 然后跟这个财相 财政大臣竞争 财政大臣一方面当然是印度裔 我一直觉得英国人对这种有色人种 还是心里嘴巴不讲 心里还是怪怪的 以前那个欧巴马能够当选 也是他妈妈还是白人 不要忘了 虽然他爸爸是黑人 而且他是外国人 他爸爸是外国人 你说这有什么差别 我告诉你这很大差别 你很难想象对不对 黑就是黑黑的 什么外国人 本国人呢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我在美国念书 我们的学校几乎没有黑人 在南方居然没有黑人 公立大学还不是私立 我有一天我看到一个黑人 是有啊 我很兴奋 我看到一个黑人 他是外国黑人 知道吗 他是外国 好像肯亚什么是外国的 因为他是外国 我们就收了 为什么外国人 但是对不起 本国黑人不收 那时候这样子干的 你知道 就是说 这个很 就是很微妙了 就是我很难讲这个 就是很微妙 好 那么他因为是印度裔 我认为有影响了 英国人不会承认 第二个呢 就像现在 这些西方列强 看不惯中国大陆崛起 你说都没有 种族歧视在里面吗 你怎么可以起来呢 我们白人才能起来 你中国人怎么现在 居然在亚洲也要站起来 还要跟我美国平起平坐 你认为没有这样的心理因素吗 我们修理一下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 谁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跌19点 就是讲英国原来的首相 两个人争嘛 这个特拉斯跟另外一个 那另外是财相 那个人就主张要涨税了 那这个就主张要降税了 那当然降税的赢了嘛 那你现在这些国会议员 这个包社长就怪他 你怎么好怪呢 那你们不是选了他吗 他也是你们选出来的 那他的政策就是降税 你们也知道他是政策降税 另外一个是加税 那加税你就没选他 你们选个降税的 那他真的降了 这特拉斯他一当选首相 就开始降税 那你们现在怪他 你们真的很会怪 你们不是共同决策的吗 否则你们为什么选他呢 这就是我现在两个候选人 一个要加税一个减税 你选那个减税 那你现在就怪 那个减税的减错了 那你是投他的人都没责任吗 他们真觉得政治就这么现实 你知道吗 我支持你是回事 你政策失败还是你自己负责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们把你换掉 这就是这样 那他一减税以后 他这措施就减税 一减税以后 这些财政金融机构 外国营 外国的这些金融机构 就开始降低他的平等 所以你看看这个很厉害 我想他事先没想到 他只想说我们的生涯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我的国会支不支持 我的人民支持 我的银行支不就算了 国际这些媒体 国际这些金融机构 就给你降频 一降频以后 你在国际的借贷 利息什么都高了 所以这下子 英镑就几扁了 多想他没想到 所以财政这种东西 有时候真的牵一法动全身 就英镑就几扁 一扁以后 大家就开始骂了 因为币子扁 也是国际摔入的一种象征 而且他牵涉到 很多其他的问题 好了这下就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他要减税 所以就开始骂他 他赶快就把财政部长叫来 你辞职吧 财政部长就我被要求辞职 财政部长是听他的 他要减税 你要我减税 我财政部长就做一套 减税的方案出来 然后现在反应不好 就你自己你吞下来 你滚蛋 所以财政部长 而且还讲 说我是被要求离职的 而且是好像历史上 第一任第二短的财政部长 但是够不够呢 显然还不够 那现在就换了一个 新的财政部长 这个财政部长就把减税 通通改变了 通通改变了 大家现在就讲说 你看看 这个财政部长像是政变一样 很有礼貌的政变 然后现在这个首相 就像个幽灵首相 都被财政部长取代了 财政部长还是 还是实质上的首相 那你看他怎么办呢 就政治有时候让人家 你在台湾 你有时候觉得 搞政治真的很无奈 好好的干嘛去搞政治 对不对 好好的日子不过 好好的日子不过 去搞政治 然后动辄得救 什么都被他拿出来 放大看 看起来英伟也是一样 没有好 并没有好一些 对不对 我提高要加税 我提高要减税 他提高要加税 他被你们干掉了 我当了首相 我就真的去减税了 然后你反应不好 你们都来骂我 那我就换一个财政部长 那把那个减税都拿掉 那也不行 变成我是做假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来是主张减税的 那现在这个财政部长 不主张减税 那他之所以不长减税 是因为我减税 被你们搞了一塌糊涂 被我被你们骂 说我又 这个首相快被你们逼宫了 等等 那我只好换一个财政部长 那财政部长 当然不能再减税了 只好原来减税都不算了 我也试图减过了 我对选民有交代了 我不是没有做 我做的反应不好 我没办法 我现在转回来 也被你们讲 我是幽灵 还要逼我下台 现在英国情况就是这样 政治其实残忍也在这个地方 好 北韩又对外海炮击 南韩说不要再挑衅了吧 北韩你干什么呢 北韩就说你们都不理我 还这样制裁我 我不发发威 被你们当成病猫 那南韩说呢 南韩军方活动参谋本部 合同参谋本部 今天凌晨表示 北韩昨天深夜十点 在黄海到长山一带 对西部海域发射大概100发炮弹 之后在深夜十一点 向东岸外海发射约150发炮弹 你看东西这个都打 现在西方打100发 又向东方打150发 没有落入南韩的领海 但是呢 这个落入缓冲区 南韩说 这违反了2018年签署的 919军事协议 正式警告他 不可以这样子 四天前 北韩才发射一枚短道 短程弹道飞弹 跟多枚炮弹 出动战机 靠近南韩边界十位飞行 然后南韩说 我们已经加强戒备了 我们很注意 等等 反正就是 反正在边境上搞 俄罗斯的新指挥官说 战情吃紧 准备撤离赫尔松的平民 这看起来也蛮紧张的 乌克兰军队 在俄乌战争中持续反攻 俄军接连受挫 俄罗斯新任指挥官坦承 情势吃紧 要撤离乌克兰南部大城 赫尔松的平民 十天前才任命的新的指挥官 苏洛维京 对电视台说 赫尔松情势非常困难 俄军要确保平民安全撤离 他宣称 乌克兰攻击锁定的民用基础设施 直接威胁 威胁民众的身边 才能安全 然后 讲完以后 赫尔松的刑事展会宣布撤离 四个城镇的平民 这些平民原来是乌克兰人 后来因为现在的公投就变成俄罗斯 要加入俄罗斯了 赶快把他们撤走 俄罗斯军队最近的赫尔松 被打退二三十公里 这个乌军最近一直在 把这个丢掉的土地 逐步的拿回来了 他们说乌克兰 我们先休息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海贝古斯现在下跌二十四点 那俄乌战争施警 然后我们开始测 俄罗斯测平民了 俄罗斯是说呢 乌克兰的用火箭破坏呢 大桥水电大坝等等 就乌克兰在破坏了 俄罗斯讲的了 那么 赫尔松是二月二十四号 俄乌开战以来 第一个落入俄军手中的乌克兰大臣 赫尔松是赫尔松州的首府 日前俄罗斯宣告兼并 四个占领区嘛 公投啊等等 你记得嘛 俄国仰赖伊朗的无人机 所以泽伦斯一说 俄军破产的民政就是这个 什么意思呢 因为伊朗会提供俄罗斯更多无人机 也承诺提供地对地飞弹 乌克兰外交部长说呢 准备提案跟伊朗断交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一说 使用伊朗武器对穆斯克人是一大失败 伊朗第一副总统 曾经率领官员与俄罗斯官员会谈 讨论5G交运问题 并在10月上旬达成协议 伊朗将提供俄罗斯短程地对地弹道飞弹 包括真主之舰飞弹 这个可能会激怒美国跟西方大国 现在伊朗否认提供俄罗斯无人机 科罗姆尼公又否认俄军使用伊朗无人机 不过呢 俄罗斯出动了好几十架神风无人机 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攻击当地的能源设施 乌克兰外长说将会向总统泽伦斯基 成交一份与伊朗正式断交的提案 库列巴说与乌克兰关系破裂 德黑兰当局必须负取完全责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最近的夜间谈话说 俄罗斯仰赖伊朗制造的无人攻击 即攻击乌克兰目标 代表科里姆尼公承认 他们的政治跟军事都破产 俄罗斯几十年来在军工业花费好几十亿美金 最近却向德黑兰低头 以获得无人机跟导弹 我们都有点惊讶 伊朗并不是武器大国 并不是军事大国 有钱啦 因为他有啊等等 但是伊朗之前也被制裁的很厉害 伊朗当然是有一些科技 他不会说人家就不止他发展核武 表示还有能力发展核武 浓缩油燃料等等 有一定的基础 俄罗斯大概也是没办法了 已经三穷水尽 你自己想 你一个国家能够存多少武器 你不可能存一堆武器 不可能是永无止境的武器嘛 你可能一面打仗一面生产 乌克兰是获得整个西方世界的武器 这些西方世界比如美国 他本来就不比俄罗斯弱啊 美国会比俄罗斯弱 我们不会嘛 不只是美国 对不对 你还有英国 德国 法国 一大堆这些国家 都对乌克兰给武器 乌克兰这么一个小国 等于全世界的武器都往那边去运 你俄罗斯再有本事 你能撑多久呢 你能撑多久 你武器中有打完了一天啊 连美国这样支持乌克兰 很多本来要卖国 我们台湾的武器 现在都来不及交货 就是每个国家的武器 它都有库存 一定的库存量 不可能是没有止境 那这个时候 老共的 中国又不敢去支持俄罗斯 看起来中国现在 到现在没有 所以俄罗斯要去跟伊朗要 如果中国能够提供 那就跟中国要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去跟伊朗要呢 就表示中国没有提供 无人机也好 飞弹也好 靠伊朗 那伊朗也不是什么军事大国 我讲 它能够撑多久 要给你多少 还是有限 所以就看得出来 俄罗斯打得很辛苦 去跟伊朗要 就表示说 其实真的是已经 已经非常辛苦 台股现在跌35点 台股跌35点 苏贞昌 确诊 在中国时报的头版头 那他9月21号 接种第四剂疫苗 理论上讲呢 现在应该已经 疫苗应该发挥功能了 但是呢 还是染疫了 那我本来以为 他四剂都打高端了 他说不是 所以一二剂打AZ 有道理 因为那时候高端搞不好 还没出来 那时候只有AZ 你记得吗 最早的时候只有AZ 所以他一二剂打的是AZ 那第三剂的时候 大概高端出来了 是为了向蔡英文效忠 所以呢 也就去打了高端 第四剂不打 也打高端 那当然大家就怀疑说 那你高端到底有没有效呢 怎么可能连打两剂 三剂是高端 还染疫呢 不过这个讲法不见得公平 为什么 因为你打其他也会染疫嘛 就要说我现在是觉得说 打疫苗到底能不能 我们本来打疫苗 是为了防止染疫 对不对 但他现在就告诉你说 不会防止染疫了 但是会减轻重症跟死亡 那是不是这样的 真的也不知道 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说 到底是因为打了第四剂 他们的讲法说 前三剂校期已经过了 所以呢你必须要打第四剂 那是因为打第四剂 那现在看来打第四剂 跟免疫一点关系没有 不可以 不过呢 他们现在没有人敢讲说 打第四剂就可以免疫啊 没有人讲 他们说不能免疫 只能减低这个重症 因为如果你说 我打了第四剂可以免疫 那免多少呢 你得告诉我 比如说你不打第四剂 你碰到病毒了 你百分之百会染疫 你打了第四剂 碰到病毒了 你可能百分之五十会染疫 那就有用了 有百分之五十的用 他讲不出这个数据来 他根本讲不出来 也没有这个数据 所以他就跟你讲了 说你可以减少 不会免疫了 减少重症跟死亡 那就问了 那可以减少多少重症跟死亡呢 好像也没有这个数字 我至少我没看到 也许有我没看到 那这个东西又要比是说 我从来没打过 我现在呢 跟我打了四剂人比 那跟打了三剂人比呢 跟打了两剂人比呢 跟打了一剂的人比呢 还也没这个数字 就如果从来没打过 跟我打了四剂 也许打四剂减少重症免疫 但我打三剂跟四剂又差多少呢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赵好康 是你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上早11点 好刚讲 打这个疫苗到底有没有用 大家也不知道 那反正就打吧 就说我们以前打疫苗 总是希望说打了就不得病了 以前的概念并没有说 得了以后比较轻 就是希望能够不得 比如说你现在打什么牛痘 什么重牛痘 你打什么肺炎链球菌疫苗 打各种疫苗 总是希望说不得 当然流感的时候有讲 说打了流感疫苗 应该是不得 但就算得了 也比较轻 我觉得打流感疫苗的时候 有这样说 那可能这种冠状病毒 这是不能完全避免 因为它会变化 突变等等 但是呢 问题来了 就是说 现在 他为什么这样讲 就问医生 不是问医生 问那个指挥中心 他就说 苏生昌打的疫苗 是针对武汉族的 武汉族的什么时候了 那是三年以前 九百多天以前 那是武汉族 后来中间变了多少了 对不对 所以就说 因为苏生昌打的高端 是针对武汉族 所以没有办法抵抗 只能减轻 这是这种讲法 但是减轻多少呢 不知道 这是一种 因为他们现在讲法之后 年纪比较大了 比较严重 但是年纪在 每个人状况也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严重 有的人可能不见得严重 就像染疫一样 每个人反应也不一样 有的人 咱过死了 喉咙那边 好像几把刀在割 有的人好像没什么感觉 那另外 现在就叫你打次世代 但次世代也不是针对 现在的流行 是针对BA1 在流行BA1的时候 他会过我们打武汉 现在流行BA5的时候 我们打BA1 那BA5在哪里呢 还没讲 也不知道 日本已经开始打BA5了 美国早就打了 比日本早 德国法国也打了 那你台湾还等什么呢 那现在又说BF7也来了 BF7 会不会等到你BA5来的时候 他就变成BF7了 不能够迎头赶上 立刻去拿到最新的吗 那为什么人家可以呢 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呢 这是麻烦 好吧 苏贞昌昨天上午 还在立法院接受咨询 到下午 就说不行了 就说这个 确诊了 大概说是发冷 发冷就要发烧了 另外呢 大概有点疲倦 咳嗽啊 等等 我就讲每个人症状不同了 有人很严重 有人还好 而且他昨天早上 早上早上就确诊了 否则不会到立法院 那个头也不舒服 等等 那样体温正常 所以不表示说 现在很多地方都要测体温 那看起来 早上立法院有测体温 它是正常的 然后就 下午就 我认为那个时候 就已经确诊了 否则他在立法院 不会那么不舒服 又摸头 又咳嗽 等等 所以这又奇怪了 又两种讲法 有一种讲法是说 你没症状的时候 不必去就快塞 塞不出来 那但是呢 以目前这个情况看 他早上塞 他说没问题 但是他体温发热 所以你症状 到底什么时候出现 那他再去测 才发现两条线 所以他的症状 可能先出现了 但是不发烧 问题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每天 在那边量发烧 到底 花很多人力物力 去量发烧你知道 到底有多少效果 也不知道 现在就变成说 好像很多事都做安心 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好吧 就做了反正 就做吧 等等 当然了 就因为刚打完第四季 就确诊了 那高端本来就 争议性很大了 也算是倒霉 就被他拿出来讨论 说还没用啊 没用啊 等等 不过我也讲 我打其他也不见得有用 真的也不见得 那日本不承认高端 所以只会重新说 原意补打方案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现在是这样 比如你现在打了DG 比如他原来有时间嘛 什么人才能打DG 对不对 那个时候开始不是很严吗 要年纪啊 还分了几大优先啊 开始等等 所以不是你要打就打了 好你打了DG 不管你打什么 你打了第二季 也不管你打什么 到了第三季 他就要规定了 比如第一季跟第二季 要间隔多少个时间啊 然后第二季跟第三季 要间隔多少时间啊 等等 那你不能今天说 我打了两季高端 打了两季高端 也算是打了 那你说 我现在 或是我打了三季高端好了 你说我现在要打 打莫德纳 人家说不行啊 你已经打了三季高端 你现在莫德纳是什么 要打就算第四季啦 那你还没有资格打第四季 假如你还没资格的话 或是你四季像苏晨山这样 第三季也都是高端 你到日本去 不承认啊 那你打了四季 你现在能打第五季吗 不行啊 对不对 比如说 现在一个28岁的人 他说我要到日本去玩 你前面打了三季 现在因为第四季 也开放给18岁以上 他打了四季 都是高端 那现在不行 那我要打第五季 我说这样好吧 能不能把前四季算不算 算零 我现在算第一季打 不行 因为你前面已经有记录 你已经打了四季了 那规定你不能随便打第五季 那他现在预备说 给你补打吧 就打吧 意思是这样 方案还没出来 那这当然就有一点 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 你自己定的办法 因为高端你就大转弯了 为什么 因为高端日本不能通行 你陈松那时候不是讲吗 说要打了美国不能去 全世界不是美国可以去 好大声啊 有没有 那时候就好野蛮了 很阿爸讲这个话 那我要去美国怎么办 很多人可能各种原因要去啊 要读书啦 要这个做生意 很多探亲的 你不会到英国去 干嘛到美国去 我是超康 回到超小康时间的现场 开股现场25点 老共在开这个二十大了 那开完了以后呢 就要叫一中全会 老共 共产党他们以党领政嘛 所以共产党的走向 大家就蛮重视的了 那他查了一下 他有多少党代表呢 他有2300个党代表 他那么大个党 2300个党代表 国民党现在这么小个党 好像也差不多 也将近2000个党代表 那他2300个党代表 那要选出200个人 就是他的中央委员会 就是中央委员啦 我们好像也差不多 然后呢 他在选170个是后补中央委员 那他10月16号要开到 10月22号 要开出一个礼拜 二十大 然后23号就是一中全会啦 就是第一次中央委员的会啦 那这个二十大是党代表的会议 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 2300选出200个 加上170个后补 然后呢 这200个 后补可能也有 就变成这个一中全会的 这个开会的人 这个一中全会就要选出 第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另外25个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不起 25个中央政治局委员 跟政治局7个常委 所以呢 国民党好像选 30几个中常委吧 强细是 我忘了 他变来变去 共产党一共25个政治局委员 里面7个常委 那我们就是中央委员 直接就选中常委了啦 他们是中央委员 还选出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的委员 然后在政治局委员就选7个常委 然后这7个常委 然后中央 通过中央书记处有7个成员 在中央书记处的7个成员 去决定中央军委会的成员 而且批准中央纪律委员会 中纪委成员的人民 德哥是这样 所以他政治局常委其实就有7个了 所以权力很集中 而且分管 什么管什么 什么管什么 非常清楚 你通常不能越界去管 你管什么就是管什么 比如你管台湾的 主管台湾的就是那个人 其他人不能碰 这次习近平一直在谈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 其实就是说 大家都有钱 大家一起富起来 那大家很重视 联合报件还有一篇专栏 特别在谈这个共同富裕 他主要就怕贫富悬殊太厉害 因为共产 你要想 共产制度是社会主义来的 他主要其实就在讲这个财产 其实很重要就是经济 马克思 那我们都讲经济财产 那就社会主义就希望说 大家所得比较平均一点 其实就是社会主义 比较简单的讲法 那资本主义就容易造成贫富不均 强凌弱重爆寡 有钱更有钱 那理论上讲 共产主义应该是很 就是社会主义的一种 理论上 他应该是 顾虑到这个财产的平均 但你看大陆过去这几年年来 那个爆发富的非常有钱的 对不对 所以穷的还是很穷 所以才想到说共同富裕 那共同富裕 当然也有他的问题 就是说 那有钱想算 我赚了钱 到时候给你乱拿去分配 那我干嘛那么辛苦赚呢 好好的日子我不会过 所以也就会变成 会不会很有能力的人 就不够积极了 他本来可以 这个开疆辟土 到全世界去发展 赚很多钱的 他现在想要算了 搞不好被抓起来关了 那干嘛呢 我赚了钱都被你磕碎磕掉了 那我干嘛呢 有没有可能有 我觉得这也是有 但是呢 现在的问题就是 人家古人讲的 负者敌国 贫者无利罪之地 贫的人 穷的人 一个房子买不起 负的人跟国 可以负责敌国 富可敌国 非常有钱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要 调节过高收入 保护合法收入 防止两极化 要建构初次分配 再分配 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就开始了 第一次的分配 比如平常你做生意 赚多钱赚少钱 拿薪水不拿薪水 奖金没奖金的 税加上来 然后他第三次分配 那就是国家强制进来了 你们这些有钱人过去注意 都拿点钱出来 捐给穷人 用政治力达到第三次分配 看起来 其实他过去两年 已经在做这事情了 所以那些有钱人 一捐都捐很多钱了 不如捐一点了 你敢不捐吗 那布林肯说 中国将在对内更压迫 对外更激进 那现在就是待在看了 下个月在印尼 巴黎 拜登跟习近平见不见面 巴黎岛其实是 欧洲人很喜欢去的 度假的地方 台湾人很喜欢去 甚至很多人婚礼 还在巴黎 巴黎岛举行 我还去陈加国 本来就很好 巴黎岛 欧洲人非常喜欢 他们在那边开会 那到底 当然这种开会起来 其实也不见得有心情 去欣赏风景 但是就是你 见不见面 这两个人 见总比不见好了 但是问题 如果说见面 不知道谈什么 那有时候就觉得说 相见真如不见 就会变成这样 王鸿卫说 陈其迈用工费 念中山医学院 中山医学院 这个 说工费什么意思 那后来就是 就是 其实工费分两种意思 一种是说 我念了医学院以后 国家给我出钱 但其实你会在乎 那个国家的钱吗 第一种上讲 台湾的学费还是有限 跟美国比起来便宜很多 出不起 你是考上了医学院 你说你念不起 念不起医学院 亲朋好友借借钱 帮你周转 也知道你将来当医生 也不会不还钱 那甚至 以前还有想说 那种有钱家的女生 就开始这个物色 将来的医生女婿 等等 那另外一回事情 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 好像是他那个工费 有工费的名额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就你要考正式的医学 私费的医学系 不容易考 工费呢 他就一个名额 很多人不愿意工费 干嘛还要服务 什么五年十年 对不对 我就报考工费 那这些人呢 因为这样才能读医学院 然后读完以后 不去不去服务 赔钱就算 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不对的 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你